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仙迪 內地地產商債務危機未除 全國至少52個停工或爛尾樓盤的業主 因為無法如期收樓,發公開聲明宣戰 要求樓盤完全復工,否則集體停工案揭貸款 究竟當局會否出手,解決爛尾樓問題 停工或爛尾樓盤,遍布安徽合肥,寒南鄭州 湖北武漢,湖南長沙等十幾個城市 攝代間陷入債務危機的民營開發商 包括中國恆大,新力控股等 有些樓盤停工長達半年,甚至農民工追討欠身 業主向街道辦,房管局等投訴 但都無法令開發商復工 爛尾樓的苦主為了減少損失 表明拒絕向銀行供款 北京有律師認為 停止供款的業主會面臨幾種風險 包括被銀行吹還款 名下資產被凍結拍賣 個人被列入失信黑名單 意味著影響往後貸款 甚至個人職場發展 至於樓盤一直爛尾 銀行亦沒有樓房可以抵債 對銀行來說亦是很大的損失 內地環球時報評論文章分析 一些地方出現爛尾樓 講明部分開發商麻木擴張 隱性舉債的情況嚴重 他們沒有管理好自身的財務風險 預受房制度允許開發商使用一定規模的槓桿資金 但前提是它的流動資金需要確保施工建設 裝修以及日常營運的需要 一些開發商將開發貸款 與業主預繳買樓款項混合使用 有些還將款項挪作他用 導致風險放大 有業主認為 拒絕還貸是因為不能如期收樓 並非無理由違約 而且房屋不能如期交付 與開發商違規操作 與監管不到位有直接關係 甚至可能存在銀行違規發放預售款的問題 最後文章總結 法解僵局的最佳辦法 就是敦促幫助開發商籌集資金 恢復起樓過程 同時開發商應當適度補償業主損失 如果銀行在資金監管方面 存在違規與監管漏洞 亦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外界期望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等出手拯救 或由大型房地產公司接手樓盤 保障能向業主交樓 有投行估計 買家罷工藍尾樓按揭引發的不良貸款 可能多達5610億人民幣 從近日河南多間村震銀行爆煲 全國幾十萬存戶近400億人民幣 無法提取事件 再到南美樓庫主罷工貸款 都反映出基層民眾 是最脆弱和無辜的群體 同時這股金融風暴 正威脅社會穩定 好了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 拜拜